为大家分享关于reality协议的认识 以及如何快速搭建reality协议 就目前来讲最好的两种网络代理协议 分别是reality为代表的TCP协议 第二呢就是CCD2.0为代表的UDP协议 这两个协议是最新最安全的两款协议 大家可以针对性的去尝试 关于CCD2.0的协议的使用 强哥在上期视频为大家详细介绍了 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方面我将为大家介绍一下reality的特点 第二呢叫大家如何购买VPS以避免不少的坑 那么第三点呢我为大家详细演示关于reality协议的组合 第四呢我将为大家演示关于如何选择回落域名 这样呢可以避免我们的reality协议出现某些问题 那么reality的特点呢就是它的安全性比较高 首先呢reality协议可以消除服务端的TLS指纹特征 也就是说它可以隐藏服务端使用的TLS证书的特定标识 使得reality流量更难被识别和干扰 第二呢reality协议可以保留TLS的前向保密性 这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有一个密钥被泄露 也只能影响我们特定的某一个对话 但是不会影响我们整个的通信数据包的安全 第三呢reality协议可以抵抗证书链的攻击 即使攻击者拥有中间证书 也无法伪造reality服务端的身份 第四呢reality协议可以指向别人的网站 无需自己购买域名 还有配置TLS服务端 它可以将用户提供的SAI更改为虚假的域名 或者是标示服 隐藏了用户的真实意图和目标网站 这也就是说的SAI的伪装功能 同时呢整个的通讯过程都是使用的TLS真链接 更完美的是reality协议可以与HR或者是GRPC等 其他协议结合使用 今天强哥以最完美的这个协议组合 为大家演示如何搭建和使用 在搭建reality协议以前 我们要拥有一台VPS主机 强哥只为大家推荐两款老牌的VPS的厂商 首先呢是搬网工 我们点击这儿可以进入搬网工的官网 其实这个域名是搬网工官方的中国域名 这个我们可以国内直接打开 关于搬网工的线路以及套餐 它是非常多不知道如何选择 那么强哥为大家推荐了搬网工选择的方案 首先我推荐大家购买第一个表格内的方案 第二个表格呢就是普通的C2线路 这个线路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关于第三个表格这个普通的线路 大家如果要求不高也可以去看一下 以上三个表格是洛杉矶的IP 那么我推荐大家购买洛杉矶的IP 因为它的价格比较便宜 网速也是非常好 关于香港和日本的IP 虽然它的厌迟比较低速度快 但是它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 另外呢就是关于Wortual 我们点击这儿可以进入Wortual的官网 关于Wortual的特点就是 它可以随意的更换IP 另外它还可以按实际费 它的缺点就是它的速度比较一般 现在我以Wortual为例 为大家也是如何购买 点击这儿进入Wortual的官网 首先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账号的注册 我们注册账号以后 可以在某些页面的右上角 找到部署的按钮 点击部署 点击新的服务器 首先我们选择云服务器 然后下面是不同的配置 下面是选择不同的地区 我选择美国 然后下面是不同的操作系统 我选择Ubuntu 我选择一个最便宜的 为大家演示 这个是备费功能 你可以根据自己需要 开启或者是关闭 我们点击立即部署 这儿会显示正在安装 当然在我们选择套餐以后 它有一个充值的提醒 不再为大家演示 安装成功以后 我们点击这三个点选择服务器详情 在这儿我们可以查到 它给我们的服务器的IP 以及账户还有密码 首先呢 我们看这个IP是否通 我们看到它是通的 也就是说我们本地可以连接这个IP 同时我们可以打开某些站长工具 测试一下我们的VPS IP 是否可以在大陆进行防卫 我们发现大部分地区是可以防卫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去连接这个VPS 首先我们打开FinalShell这个软件 如果你没有FinalShell 你可以谷歌搜索FinalShell 然后去下载这个软件 打开这个文件夹 选择第一个这个文件夹的加号 然后选择SSH链接 在这儿我们随便起一个名称 主机名我们填写刚才购买的VPS IP 专口号 这儿默论的是22 但是如果你是使用的班网工的VPS 专口号是写在班网工网站的后台 那么Valtra默论的是22 端口我们不用更改 用户名就是root 密码就是我们的VPS后台给我们的密码 就是这个密码 然后点确定 随后我们双击我们刚才建立的这个链接 点击接受并保存 现在已经连接成功 这是我们购买的VPS 那么接下来的操作就属于我们第三个部分 关于Reality的安装即使用 连接成功以后 我们输入升级命令 对现有的系统租建进行一个升级 完成以后 我们再输入一个升级的命令 这样保证我们的系统的最新性 你是否想继续 我们点击Y 点OK 双击回车OK 当然如果以上两个命令 你不进行操作也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一般我们购买的系统 这个组件还是比较新的 然后呢 我们打开我的博客 找到我们Reality协议搭建这个教程 我们往下拉 找到第三部分 搭建步骤 我们找到这个Reality的脚本安装的代码 复制下来 然后我们粘贴到这个FinalShell里面 点回车 然后我们根据我们想要安装的节点 进行一个安装 因为这是一个8合1的胶本 我们只针对Reality进行安装 那么我们选择5 也就是Reality管理这一项 然后点击回车 紧接着会提示安装 我们选择1 回车 紧接着它会有一串的安装的过程 安装以后 它会有一个提示UUID的生成 这个我们点击回车 让它自动生成即可 另外就是一个用户名的命名 这个可以系统自己生成 或者是你自己命名 比如说我随意命名一个 然后就是端口 这个端口就是我们VPS服务端的一个监听端口 你可以任意的设置 或者是随机生成 或者是随机生成 我在这儿随机生成 点回车 最后呢 它有一个回落域名的列表的一个提示 在这儿我们可以选择回车 让它自动生成一个回落的域名 或者是你自己去寻找 或者是你自己去寻找 合适自己的回落的域名 也就是伪装域名 这个伪装域名最好要离我们的VPS所在地区要近 这样可以减少一部分延迟 另外呢 它还必须满足我们国内可以直接访问 而且它是支持H2的协议 同时呢 它是TRS1.3的版本 强哥推荐一种筛选域名的方法 首先我们看博客下面 我们点击脚本下载的网址 然后我们在右侧点击这儿 然后我们选择下载VDOS版本 我们只需要在我们本地电脑运行这个脚本即可 我们不需要在我们VPS上运行 这样会有一定的风险 下载以后 我找到我们的下载目录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下载的文件 我在地址栏输入cmd 这样我们的命令符就直接进入到对应的目录 然后我们复制要运行的命令 就是我们博客上给的这个命令 在输入命令以前 我们要记着更改我们的这个VPS的地址 更改为自己的VPS地址 复制上以后 我们就开始进行回车运行 在运行以前 我们切记关闭我们的网络代理 这样让我们的筛选更为精确 这个脚本会自动根据我们VPS的地址 然后筛选相关复合我们回落的地址IP 当我们觉得够用的时候 我们就点击Ctrl-C进行一个停止 然后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去选择自己喜欢的这些网址 这些网址都是符合TSL1.3 还有H2协议的网站 比如说我们看第一个看看是什么网站 这个网站比较慢 我们再换一个 我们看这个网站 首先我们要确认这个网站 没有敏感的内容 然后我们点击右键选择检查 然后我们选击上方的安全选项 然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网站是支持TLS1.3的 然后我们再点击网络Network这 Ctrl-R进行一个刷新 在协议栏下面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支持H2协议的 如果你的浏览器没有显示协议这个栏目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儿右击 然后选择上我们的协议的这个栏目 这样就能显示协议的类型了 好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网站进行一个稳装 那么我们把这个网址复制下来 我们暂存到一个记事本里面 记着这个网站的格式 前面不需要这个前缀 只需要真正的域名就可以 后面我们书上冒号443 我们先暂存一下 然后我们把这个网站 后面备注443的这个格式 拷贝到FinalShell里面 点击挥车 然后我们看到回落域名是这个 客户端可用域名是这个 这样呢 我们Relarity节点的搭建就完成了 我们看到它这儿是我们想要的这个配置 维莱斯加Relarity加U-T-L-S 即V-Sign 然后复制我们这个维莱斯节点的配置为键 然后我们打开V2ray 在空白处点击Ctrl-V 这样就直接把我们搭建的 Relarity这个协议的节点 直接复制到V2ray里面了 点击右键设备活动服务器 我们看一下是否能连接网络 我们打开一个4K视频试一下 这是我们刚刚搭建的这个节点的速度 大约10万KB的样子 现在是晚上7点钟的一个网络环境 但是在晚高峰时期 我们的Relarity协议的节点速度 是远远不如我们的西斯迪里2.0的速度 因为西斯迪里2.0 它是UDP传输在高峰期受到的影响比较少 关于西斯迪里2的搭建以及使用 可以关注强哥上一期视频 另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我们选用的伪装网站 不要选套用了CFCDA的网站 因为这些网站正常 它是走的国内的CDDA的IP 如果你实用了会发现你却使用了国外的IP 这肯定是有一些异常的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Relarity服务器 它在外面表现的是端口转发流量的这一个表现 所以说如果你的伪装网站是套用了CFCDA的网站 那么这有可能会成为别人的中转机 这个脚北智能的地方就是我们在使用伪装域名的时候 如果你的域名套用了CFCDA 那么它会有一个提醒 会自动进行一个监测 这时候我们就不要用这个域名进行一个伪装了 另一个需要我们注意的是 我们在筛选需要的伪装网站时 我们使用这个脚北 不是所有的域名都可以使用的 我们需要打开它去看一下 但是筛选出来的这些网址 大部分都是可以使用的 如果说你是用的Clash代理软件 那么我们需要把Clash的内核更换为ClashMate的内核 这样我们的Clash才能够支持Relarity协议进行运行